委託要來改觀到港議館 大拿燈歐坑立直順在行善過程 所存在來的主宅處理問題 港議館政府向農民宿 進出到拍次期的步驟 付得農民來處理項目 所留在來的主宅 屁股免到老天爭燒 希望能夠夠接到空氣污漸的進行 港議館長王張良在在日前 也和港議館議員 但問題許有講 特別告知了解到項目 哪怕此的規定 在日後可以用地 蓋著草 正正投用保溫、保濕 也可以改觀六個月 六天分色 免許環保黨委來處理 大家同意 對抗牌坑立直順 當然現在就是五年的計劃 這五年的計劃就是要 付得國民的人 包括我們的孫隆也要付得 包括後面 有可能要來接五包的 這些協助 整個都要慢慢地 大家處理起來 當開始的時候已經一定了解 所以必須要進入出來 下去處理這些工作 如果五年後 我就建立一個 大家都可以賺錢的模式 這個模式 建立起來 這樣的問題就 粗活可以改觀 館長佔娘表示 為著這順的生產品質 孫安榮每年都需要定期 來撤老竹子 主張近期六天年消耗 孫安榮面臨處理 第十個重大困境 感謝農業市 補助農民 還要破垃圾 優惠處理困境 雖然目前破垃圾的素量不管 關乎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進出補助 讓更多農民 可以優惠利用破垃圾的地方 達成順序經濟的目標 好 謝忻是我們正義先 端拿頂 拆紅報的 這個地方 是我們中國三個地方 可以說是很高最多的地方 這個地方 一直未來 大概差不多是八十幾天的休息 現在有意願的廠商 已經高達一百多下 我們今天的動作 代表我們總統 有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嘉義官 大家三個分區同步啟動 四個重大建設 再加上蔡英文總統八個十三來選擇 無人機國家隊要設在嘉義 帶動他的嘉義的環境 這所有的重大建設 如果沒有中央支持條件 一項就不可能完成 今天嘉義兩個方向 同屬泰國 這是入市後的 這是在 臺灣的 可以這樣 算頭一次 嘉義拼頭而已 恭喜嘉義鄉親 大家做會打拼 跟川總統感謝 跟政府支持 給自己拔電 賤 給自己拔電 都是 寧